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华信投顧曲林黛老师 感谢你每天准时的收看 我总是非常地谢谢大家 今天特别股市涨一百六十几点 没有什么啦 才刚开始而已 那我还是希望投资朋友 你尊重趋势 不要硬拗 趋势怎么走 国际股市 投资朋友有时候会有一个疑虑说 老师 刚才美国股市 国际股市一直在涨 然后我们反而不涨或者下跌 会啊 会啊 当然会啊 但那个几率低啊 投资朋友我不知道你对几率的看法 有九成的时候台股 早一点晚一点都要跟着美国股市上来 有九成的机会 剩下不到可能是零点几%不到一成的机会 是踏赏他的我们 跌我们的 而且你还必须给我们下跌的一个理由 台海危机 二十大之后台海危机 我听这听了五十几年了 没什么感觉 半导体去台化 那个国发会主委公民心就跟你说 没什么事 台积电垮了全世界就垮了什么叫去台化的 对 所以你绕在那个 我应该这样讲 你很害怕 因为前一段时间跌了 或者你本身很看空 对不对 你选择忽视美股的大涨 然后开始找理由 是不是这个礼拜 联主委会怎么样什么的 怎么一大堆的 我不知道你这样对不对 但是这样失去我 看盘的重点 也失去了我 你认识的我 你认识的群里奈老师不是这样子 还是跟着国际股市动的 你认识的我是这样 然后我再去改变 没那回事 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很奇怪吗 我一定忠于我的原则 这样我才能够解股票 在空头格局我不能跟你拗多 那我的会员会很惨 很多股票一跌五成六成 在现在美国进入了这个所谓的中 中期反弹的格局 我不能跟你拗空 不然我会员会吓死 老师那边你听好吗 我在半空的时候 被加空 你来我的影片视频下留言说 放心老师空头格局 对了后来 我看空被我空回来了 看回来没错 没错因为被我看 因为美股是跌的 所以我的会员也很放心 可是我如果现在空 然后美股一直大涨 你看我会员连睡觉都睡不着 因为违背了我邱鼎泰 看盘的一个重点 我希望你能够体会 因为这是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好我们进入正题你就知道了 好 礼拜一跟礼拜是有财经记忍事 今天就有了 待会儿三四点就有了 然后礼拜四有鼎泰峰台股 明天会录制礼拜四播 包括了六点播 礼拜一到礼拜五 你现在看到就台股新攻略 这你现在看 我现在看 好 再次感谢大家 你愿意跟我分享 跟我按赞 我会全力以赴的 您的力挺我一定全力以赴 不要让你那样赞 因为 有是观念的问题 我也希望你留言都没问题 只要你不要太针对性 太针对性就没意思了 我们一起来讨论行情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那个感觉 大家讨论行情 我能够做得到 我就要去做到 要去回复你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投资朋友 让我们站在一起 认识 国际股市 台股新攻略是怎么样 带你掌握全世界 没有全世界 来掌握 我也不会分析 好 加油 按赞吧 按赞了没 好 我就说了 你能不能认同 以下几个观点 全球股市的指数跟涨跌跟台股的联动 美国股市标翻天了 台北股市没动 这就是你的买进的机会 所以我今天标题若说 千点行情好戏才开始 今天不涨一百六十几点 闹多少 你说我老师你跟我们那个 跟那个恒生科技指数 我刚才来说涨了快4% 对不对 你已经没有说什么 说向的理由了 那 应该各股应该跟国际股市做联动 这个我们都会讲 那应该是根据这样的行情来分析的专业 不可硬拗 台股金额要进入一个中期大反弹了 其次时间 因为时间会久 拉长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你受不了的啦 同学们我给你一个观念 那个 现在是假设现在是空方式 我们讲的空方式说现在是空头格局 空头占优势 但是空头的优势的话 很容易被他的中期反弹 被他打败 所以空头最怕中期反弹 因为时间久 时间久就容易打底 这样你听不懂 台股在这边打底 上去的话 你那个空头会不知所措 而且会不断的 在打底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的溢空 不断的溢空 不断的溢空 因为时间才能够代表 对于多头来讲 你在这边打底的 这个是这个 这一个月两个月 然后多头就上去 就消化那个卖压了嘛 一样 你多头格局最怕再上头啊 有没有 一直在那边震荡整理整理啊 因为盘久必跌 盘头必跌啊 所以 多头的架构当中也担心 中期的回档 你可以直接下来 然后再上去 他不怕 可是你盘很久的下来 这个跌下来的幅度都会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样你现在下来在打底打底 你看他没什么涨 对不对 可是他如果一上去就打底完成了 这跟国际股市一定是联动的 所以呢 认同的话请按赞 然后说说你的看法 说说你的看法 道琼你看看 回道琼从这个点 跌到这个点超过两成是熊市 道琼连四红 所以台北股市坚长一百六十几点算少的 道琼啊 回从这个点跌到这里只有剩11%而已 如果他再涨个一趴两趴就不算空头 完全没有空头了 只能说多头的回党了 这道琼一回到回调区的 而且呢 联四红是这四十年来最好的十月 股市多么千变万化 就在十月之前 九月底他还收在最 九月底在这个地方 他还收在最低 现在整个在华尔街的风向啊 慢慢都改了 美国的GDP 已经不再衰退了 联总会看到看到那个那个GDP啊看到包括这一两天如果那个 职业人数不怎么样他更没有 他现在的策略就是不想要快速升息啊 这个11月份再升三马合理 12月他就慢慢的缓下来了 市场的情绪已经慢慢有点转多了 我们何苦在凹空呢 你看最近这财报美国财报 从什么脸书啦亚马逊啦微软全部都 都很爆的科技股财报你看他连两周上涨 连两周上涨 已经走出了利空了 但最漂亮的是他 周线连四红 对不对 然后最好四十年来最好的十月 还有没有投资朋友你有没有听过我讲过 熊市格局有受的触底啊 这就是的结束经常在十月份 十月份 有七成 三月份有两成五 你不能忽略这些统计资料 所以我觉得我这里翻脱合情而已而且我们多做多国家都在赚钱 这样不错 我问这样不错 是不是这样不好吗 所以 所以这个 纳斯达克也是连两周 费半也是连两周 而且他反弹了16% 当然从这里到这里还是熊市 当然已经反弹了16% 这个也是刚刚出现黄金交叉 好我们来看 标普500指数我说关键位置在这里 这个叫200日MA 但是你如果从这里到这里还有很 很长的空间 时间如果跟你再拖个一个月左右 一个半月左右的话 到这边我们说实在 台北股 因为我说过国际股市都看 国际的那个行家都看标普500指数 关键位置在这边 到时候我们那时候再来讨论看后续怎么样 好 那我跟大家讲过黑天的指数掉到100 100附近就是买点 你看最近他一路下来 比如说 黑天的指数就是那个期货选择权的空单 就是 put coast买单 你看美股在 再看一下美股在涨的过程当中 他的空单是在减少的 空单在减少的 在涨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个当初你看底下的AUGUS8月 有没有他跳高之后有没有 那美国股市就一路杀 你这样懂意思吗 空单大增有没有美股就一路杀 9月还杀到最低 有没有9月还杀到最低 到10月份的时候他就慢慢的一个向下 所以美股大咖不再去做空 不避险了 所以美股就去个一举的上去 印证我跟大家讲法 我这样讲啊 如果掉到100付近的话 那是买点怎么会是卖点呢 你认识我到今天我都用这个来跟大家解盘的 都说有听懂啊 要努力啊 好 那这个我就跟大家讲 现在是中期反弹 如果幅度大一点就变成中期 可是 中期跟中期的反弹 中期是时间 那中期有时候很快 那我这样讲 空头很快 空头下然后反弹速度很快 那空头结束 多头反弹结束 问题是现在是中期 为什么是中期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 因为 他一涨就四个礼拜 他时间已经拉出 他已经领先拉出时间了 所以这是中期反弹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那个10月21号 我一定要翻多的原因 他在我时间的规划当中 完全符合我的时间规划 所以呢 对指数来讲的话 现在是几乎快要破底翻了 将来要不要穿头我们先打一个问号 但是目前是中期反弹 而且现在量还缩 量缩是上涨的 这翻到买是我们10月21号翻多买进的 应该说10月25号 因为刚好一个礼拜六礼拜天 我说好戏才开始 而且现在量是缩的 量是缩的你还在做空吗 所以 你要用心去体会国际股市的这个做法 你才会有一个依据 今天早盘一度大涨然后再拉回 你会觉得台股不行了 不对你这样这样分析的话是 同时我问你一件事吧 你一直担心台海危机 担心晶片的问题 那你告诉我这个 这两个问题可能要围绕台北股市 可能几十年了 你都不用翻多吗 我说我主持人 就知道中共要给我们打 打到当时没打 台积电的晶片关 没有台积电全世界就垮了 你告诉我你用这个关键来看台北股市 你要怎么翻多你永远不会翻多 因为这没有办法 这无解 我至少还一个依据国际股市的依据给你看 来看一下 苹果你看看 他财报礼拜五那天白天财报是跌5% 后来涨7.5% 你看这个技术面多漂亮 整个 这边这个都突破了 有没有 挥打 所以我说IC设计是这一波的主流 他早就摆脱底部了 你看他来到这附近了 英特尔更奥妙 今年一来我一直跟你说英特尔有搞不好 搞什么是不是 英特尔现在是这样跳空上去 他在第2季财报不好的时候就开始尊杰成本 一大堆弄一弄 对不对 然后他政府的补助 他财报很好利空出去 那个月伦 月伦女士 一直跟那个拜登讲说 你放心 货币政策货币或许效用不好用 我们弄了很多财政政策 包括准备要购买国债 这样懂意思吧 股市是千变旺发 你一直执着一直硬拗 这样怎会对 是不是 你看空没问题了 你也要收停顺停利点 对不对 要乖 听我 台积电 台积电我之前跟你讲我买372 那今天最高来到390 收牌也是在最高390 小赚十几块 不多 但是我买在这个点 大家都应该知道 讲过了 而且技术指标跟外资 怎么都开始进场而已 美国被办最强的国药叫安森煤 你看 它这个是历史高点 这个是历史高点 它这次根本没有跌多少 最近要来探这里了 它直接联动的就是二极体 你看那个 那个有没有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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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跌到这里来了 它根本没有跌 所以我觉得 还有伊斐电 虽然说今天南电没有涨多少 可是我身具信心 同志们 你有些信心吗 你要跟我有信心 因为用比较法嘛 伊斐电你看伊斐电那一天 这今天是稍微拉的 但那一天是跳空涨十几% 这个位置大概南电的300 大概八四百 哎 至少我有依据嘛 有依据的东西的话 一定要学跟它拼了啦 拼了啦 我很多同志朋友就跟他讲说 不然有些同志朋友说 老师我一套老鼓标啊 全产了钢铁 钢铁铣矿石 报价都还是往下掉 不用去做 要看 不要一道南电嘛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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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我拿IC设计資源嘛 创意嘛不要啥吗 现在你看比特币两万万多元 所以我说这个是值得大家可以留意的 南电现在还在这里混 但伊斐电已经来到这里了 这空间很大 这四百块 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一定到 但是伊斐电现在市场上 法人开始在关注 为何伊斐电那么强 国表市场就是这样 你有依据你什么都不用怕 首尔停顺点 那金光电工的比较差一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明天能不能突破 明天最大的台北股市最大的关键 就叫窄板 就在窄板 好 我们再看春田 春田股价摆脱底部了 所以今天被动元件都还蛮想联发空 联发哥不是法说大力空吗 今天大涨 今天大涨 创意我们在那边建议你做多 你看连三红了 怎么可能套牢 只要你观念证件 但是你再去空它 我们当时候再叫你在这边空了 结果暴跌 叫你回补叫你翻多 这样的不对 如果有点空 就给自己找麻烦 资源 资源我们买在这附近 跟创意到同一个时间 这边 好 因为我看好IC设计 我在那个回答旺宏说 我明天还要再讲一次 因为今天我时间没有准备好 因为我有点忘了 但是我认为它是有点利空出镜 那么短线大涨不容易 美光还是属于整理吧 我们刚报价也都没有还没有上来 报价也都 Netflix报价都没有上来 还没有上来 所以最好是整理的 但是我明天可以把那个 那个旺宏 旺宏那个跟任天堂 任天堂算是跑的 所以我认为旺宏是有机会的 你再报一下吧 你的投资朋友再问我 答应在节目上跟他回答 Meta 你看跳空 你感觉是没救了 但是他的财报亏损这么严重 他居然跟你讲说 他的资本支出是增加的 投资朋友 连台积电都在缩小资本支出了 这亏损连连的 他居然跟你讲说 我要加码一直加码一直加码 这一定敢拼了 成王败寇 所以呢 但是你看看 这个全世界 投资人打这个代号 或者打英文叫ROBLAS ROBLAS 但是你忘了就算 你打这几个字 元宇宙第一股 你只要打这几个字 就要跑出他 你要打底完成了 所以你看看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有两档 你看那宏达电也飙上去了 威盛也飙上去了 投资你想想我讲的话 就如同我说的 台股在这边 明天一个突破 整个环境就变了 你看到今天涨一百六十几点 或许 你还可以讲说 我跟他拼看一两天 我不反对 所以拼两天就是说你放空 看一两天 我不反对 你说我看完这礼拜 那个联总会 我跟你讲联总会要 我看美股涨到这时候 联总会利空也是利多了 要拉回不容易了 我再讲一遍 那个联总会 那个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直接跟拜登讲说 不用担心 我准备好 这个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或许有它的难处 可是我准备好财政政策 原来我们是要紧缩的 可是我们换下 放慢脚步 我们来做财政政策 不用怕 因为我们 美国我们基本面 没有差到哪里去 利率维持高一点也没关系 这样你听有没有 我们先让股民不要受伤 叶伦你是以前当过联总会的主席 他是一个很有实力的 我很相信他讲的话 所以美股没有跌 道琼创下40年来 10月份最好的涨势 你一直想要做空 千万不要太执迷不悟 很多股票这一两天马上要翻过来了 马上要翻过来了 马上要翻过来了 再看一下 像这一档股票就具有30%的上涨空间 这是高价股 这一档股要是中低价位的IC设计 我认为至少有五成的空间 这是一个相当彪悍的股票 所以我今天今天十月的最后一天 不要收会员 不要收会员 我带着你换股 我带着你换股 改变你的一生 改变你套最短的时间让你解套 还让你赚到钱 我不是死空也不是死多 投资票你最清楚 所以呢 为了让你来参加 老板这两天都没在 今日来电 加入会员随便算 什么叫随便算 你打个电话来 就你喊好了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 反正只要不要让我们亏钱就好了 今天十月三十月我从来没有这么便宜过 因为我不会很在意收会员嘛 你都了解我本来就想要退休了 但是公司说今天最后一天 老板没在亲切算好了 给我们的业务员加减打打气 好 我再讲一遍 老板出国今日来电 加入会员随便算 这两档股票绝对让你翻身 记得我讲到随便算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障未来获利 且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钱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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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